大家好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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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直播还有点紧张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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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的祝福 还没吃饭 准备今天工作结束之后 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吃个饭 对 因为工作优先嘛 然后现在在大连 然后有工作安排 明天就应该要回北京了 每次直播都在吃饭 因为 因为直播不吃饭就是 我自己有点尴尬 因为我有时候不知道 不知道跟大家聊什么 对 然后 刚才还摆了几个小猫在这里 给大家欢迎一下 咱们可以加耳机 对 欢迎仪式 这个是 我说能给大家排一个队形 一起喵喵喵 我可以给大家找找歌放一放 我可以给大家找找歌放一放 然后 因为今天其实 只聊天的话 我会有点不知道聊什么 因为也确实很久没有直播了 嗯 这个声音大一样 这个椅子是不是稍微有点爱 可能是因为我没坐正吧 可能坐正了就好了 然后这个椅子不是有点爱 是 我有点爱 嗯 蛋糕还没吃呢 蛋糕准备晚上吃蛋糕 对 网文乐队 大家让我聊一下网文乐队 其实我们前几天来 来大连就 看了网文乐队演出 就震撼 因为我其实挺早就 因为我之前也是玩那些摇滚之类的 然后在学校的时候也排过他们的歌 就是 你想 之前那么喜欢的一个乐队 然后现在看到了他们的现场 然后跟他们打了招呼 就还挺开心的 谢老师发我的黑照 对 我也感觉好几天都没揍他了 对 我都不知道他从哪儿 啥时候拍的 就有点 就有点 无语 哈喽哈喽 顺和 对 这次来大连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音乐企划 然后 刚才其实在录音 对对对 然后 嗯 录音的时候 我轻轻听了一下 我觉得 哇 太酷了 这次这个音乐简直是无敌了 吃海鲜呢 这几天基本上一直都在吃海鲜 就是 因为我们的行程是从 北京 北京飞三亚 然后三亚 三亚又到重庆 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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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洋 这 是 诶 我看 等一下 假小李 我也 我也点开看一下 我说应该不是 呃 小李吧 对 不连麦 我不知道怎么连麦 因为我其实很少直播 所以我 有点 不太会操作 我琢磨琢磨啊 对 那个红色蓝色的那个 红色蓝色这个吗 红色蓝色这个吗 有一个锁链这样的 啊 现在 现在 我看看 嗯 主要是 现在在 在这边的 我都不是很熟 主要是 嗯 对 我还是跟大家多聊聊吧 嗯 柚子在我旁边呢 柚子 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连麦 然后柚子还 给我指指导呢 说你点那个红色和蓝色的 哇 还有 还有 还可以送心的 在大连哪里 这个地儿 我还这么太清楚 在大连一个 一个录音棚 录音棚 录音棚 发歌 发歌的话 大概是在 让我想想 发歌 我在想的时候 旁边有人跟他说 六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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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大概在六七八吧 六七八月份 然后 发完歌的时候 是肯定会有 嗯 巡演的 这个我是确定的 可以跟大家 分享一下 然后 就希望 希望 赶紧能演到新歌了 因为我其实也有点 着急 因为我们之前 上音乐节 就是把所有的歌 都凑上了 MV MV的企划也在做 对 然后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这次的MV 我觉得企划 还挺棒的 嗯 成都 西安 杭州 嗯 我 我都会跟他们提 我说 尽量 尽量 尽量把这些场地都 帮上 苏州 深圳 山东 有点 有点 目不暇接了 在大连 除了陆哥的话 我还去古卓店 买了衣服 因为 因为 我之前不知道 大连就是有古卓店 然后来了之后 我们的 经纪人跟我们说 有几个古卓店 要不要去转转 然后去 买了这件衣服 然后这件衣服 就是 在古卓店买的 嗯 它是一个连体的衣服 然后 对 就 嗯 对这样 差点没占过 哎 看看北方 这边的古卓店 其实还好 我觉得衣服 都还挺好看的 就是 我觉得 大家在去 看的时候 可以能找到自己 适合的 北方 对 尽量会 会来北方的 嗯 来台湾 广州的古卓也不错 那我希望就是下次 如果我们巡演有广州的话 我希望能就是 去的时候 再去转一转 因为 因为上次去广州 其实比较匆忙 广深站 其实都有点匆忙 我说话的声音还ok吗 我穿衣风格 ok 那就好 我穿衣风格 就是没什么风格 其实我比较喜欢 就是 呃 比较有质感一点 然后 比较 嗯 自己比较喜欢那种 还是偏向于 怎么说呢 就 就自然一点吧 贴近自己 的那种 就如果你穿一个衣服 嗯 就是 太奇怪也不好 就像柚子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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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吐槽了 他就在后边 啊 呵 柚子经常会 柚子经常会 穿拖鞋 就是 机场干嘛 都可以穿拖鞋 我还挺佩服他的 像我就不太敢 哈哈 嗯 嗯 拖鞋也挺酷的 最近其实 嗯 不是很累 因为 因为其实 然后大林之后 有一点 是比较 那个啥子就是 因为我刚来这儿的时候 也不知道这边的气候 然后当天就没有穿太多 然后一阵冷风刮过来 然后我就喝了一个 比较冰的凉饮 当时就 感觉一个点头晕脑胀 对 然后 有点晕晕的 大林就是风很大 风很大 接下来的工作安排的话 回北京的话 可能还要陆续 去把 有几首歌的 比如说唱 唱段呀 然后 嗯 比如说缺乐器的 补乐器 然后缺 人 人生的补人生 然后这 因为几首歌同时在做 所以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什么时候都在来重庆 我重庆算是都去的比较多了 因为 因为去年不是就去了重庆吗 然后 前几天又去了重庆 嗯 星哥嗨吗 星哥 嗯 你说他嗨吧 他也嗨 没那么嗨 但是你说他不嗨吧 他还 也可以动起来 又来了 stop 又来这个经典句式 不是有意的 是真的就是 情不自禁 脱口而出 星哥都有什么风格 星哥的风格 星哥的风格 嗯 因为现在我们做的星哥 都偏向于比较融合 就 也不会说 不会说是 就是 我是纯的 什么风格 比如说我们不是纯的摇滚 或者也不是纯的流行 那它可能会 都融合一些元素 来济南 济南的话 我当时去过一次 然后我当时了解到 我在济南去 去济南的一个博物馆还是吗 然后去的时候 我说 我说 当时我那会儿上大学 然后我说 坐地铁去吧 然后 他们说 济南没有地铁 我说为啥 可能是因为济南里 里面有那种犬眼 他一挖地铁 就容易 漏水 好 我在这儿直播 又在旁边看过直播 YES 四只猫 其实这四只猫 挺可爱的吧 其实它还有一只猫 是一只小黑猫 挺心疼它的 因为它站不起来 知道吧 因为小黑猫 它尾巴没有了 它只剩两只脚 它站不起来 扶它一手 或者让它的兄弟们把它支撑一下 看一下 行不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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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起来了 这几个猫是干嘛的 这几个猫是给我庆生的 对 兄弟的力量 这五个猫像不像我 像不像我们乐队我们五个人 真的有点像 刚好五个人 如果说哪个是柚子的话 我觉得一定是这个没尾巴的 哈哈哈 同款姿势 同款姿势 怎么摆 它主要是它的精髓在它的 这个屁股 它屁股要撅起来 然后 手上就很简单 但是它这个 对精髓在这里 我是黑豹吗 其实真的我以前小名挺多的 哎呦 兄弟也靠不住啊 这个直接两个人一起倒了 水果猫咪 哈哈哈 哎 水果猫咪 哈哈哈 哎 我底下都有人评论说 回家别相信 我真的 收到花了 其实还收到挺多花了 就是挺感谢大家 然后 龙总也送我了花 对我 我还觉得挺感动的 龙总这日里万机 还居然 还能记得我的生日 真是感动 然后 对 柚子在身后还不用说 那今天樱桃小丸子的生日 一瓶生日 一瓶 李一瓶 李一瓶 嗯 李一瓶 在大连吃樱桃 大连的樱桃是不是很出名 我今天 出狱的时候 我看到 路边有人在那个 卖那个 单了一袋 那个车梨子 然后那个车梨子看着很好吃的样子 李一瓶 真无语 把背挺直 OK 但是你看我把背挺直也是这样 因为 因为我 我想要看清楚就是 是这个 就是字 弹幕 要不然我就 看不到了 今天是微笑节 像一张微笑截图 我不是一直微笑了吗 近视多少 我不近视啊 我视力一直很好 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就是 我们经常 就是打电动 然后 因为我们家就是 你知道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是游戏师家 然后 我们家以前开过游戏厅 网咖什么的 但是我天天打游戏 我 我也 小时候 小时候天天打游戏 但是 但是我 没打一会儿 我会 就是 摁一下眼睛 或者说 走出门去跟朋友玩一玩 看看远处 就调整一下那个视力就好 我小时候的视力 最好的时候 我可以看到 就是那个视力表 最底下那一层 对真的 不夸张 我爸太子 对我真的不近视 然后我以前 小小学的时候 学到了那个 眼保健操之后 就会经常 经常去做 我觉得那个还挺管用的 什么轮刮眼眶 什么柔 什么血 哎呦 打什么位置 我 我一般 我一般打野 或者打上单 但是 游戏这个东西 就是我 我其实是觉得 就是 适当玩一下 没什么关系 但是如果就是 沉迷于游戏的话 就没有必要 因为我们其实 有比游戏 更好玩的事 就比如说其实 比如说练练琴 然后 看看书出去溜达溜达 我觉得也挺酷的 挺好玩的 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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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也会玩 对 因为之前记得 就是说 他们说 超新星有那个 王者 然后 我说 怎么还有这一项竞技呢 我说 不行我 我得猛练一阵 当时就狂打 后来一听说 没了 我就说 那就不打了 还没定呢 还没定呢 今年有没有 还不知道呢 和平精英 我经常看拽子玩 不要剧超新星 相亲节目 真假的 超新星我倒是听说 确实是那个啥 但是我 我倒是没仔细了解我 真的假的 下次巡演可以来大连吗 我觉得大连真的挺舒服的 我真的挺想 就是说 如果以后演出 又演出可以多来来大连 我听说是相亲节目开心的笑了 眼睛都在发亮 真是太夸张了 对我前几天 我前几天烫头了 然后烫完之后 我发现那个卷特别小 然后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然后 我最近就狂洗 洗完之后 洗完之后 把卷就洗的大了一点 就不会那么夸张了 对 然后大连的风很大 吹起来也不会乱 半永久的卷法 之前的那个卷 之前那个最开始的卷 去年那会儿的卷 其实是 我拆过脏面之后 就是它那个在脏面里的时候 因为是卷着的 所以就 就那个啥 嗯 现在就 就这次烫这个 其实我自己本来就有一点点卷 自己头发本来就有一点卷 我在喝啥 我在喝 喝奶茶 嗯 微卷 嗯 推荐的奶茶 我其实很少喝奶茶 很少喝奶茶 因为 因为 因为奶茶的话 嗯 感觉还是 比较 不是那么健康 嗯 哦 诶 我这儿怎么 不动了 可漏远远的神 现在还泡脚了 现在真的 不是很有条件泡脚 因为平常出去 就 比较为难 然后就是什么 连续一小时和奶茶会怎么样 我跟你讲 一杯奶茶里面的咖啡因 是一杯咖啡的四倍 是 一瓶可乐的四倍 是 一瓶可乐的四倍 喝多了真的 会得什么 什么 什么高血糖 高血糖 你把我猫子吓倒了 这是 行 他就是这样 就是 有时候 猛不叮过来一下 嗯 对 小熊 小熊小熊有给我祝福 对 他们好多人都给我 发了微信 就还挺感动的 然后 小熊 就还是挺贴心的 哈哈 弹贝斯的时候最帅 那真的是 弹贝斯的时候真的是 因为我感觉我 如果我平常的话 就是 比较 比较自然比较那个啥 但是我一上 舞台上我就会把所有的力气都放在演出上 我觉得 认真在做一个 认真在做一件事的人都是最帅的 我觉得我在舞台上就是 用尽全力去演奏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很酷的 真的我 我台台上跟台下真的是两个人 不太一样 包括 其实我们大家 都是 就是平常生活中 就是很随和的人 然后 我们在舞台上 也是希望 能给大家 尽可能的带来一场好的演出 就 用尽全力去 嗯 嗯 嗯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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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实体专辑,还不知道诶 实体专辑的话 SUM不在吗 Hello SUM 点一首麦啊 他说嘉宾应该 嘉宾应 什么 要下载最新版本 明天母亲节 好 明天母亲节会给 大家都要给家人打电话 给妈妈打电话 然后对我 昨天生日,然后我妈还 给我发了微信 给我打了 给我发了 红包 贝斯演奏古诗是什么意思 什么时候发Vlog 什么时候发Vlog 之后 比如说马上到周几了 那这周要发什么 肯定会想办法去 做一些好的内容出来 嗯 然后也 最近也确实希望就是说自己 能够 因为最近我觉得我 我的练琴的状态 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好了 然后希望就是最近 其实还是应该多 多自行一下 然后好好去把 我的专业上的东西 应该做得更好 我觉得 这才是最重要的 是日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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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Sam 你的这个 你染发了吗 哈囉,哈囉 你染这个发头发好酷啊 我还以为是哪个 真的 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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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微信 微信都祝我生日快乐 然后微博还要祝一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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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嘛 我在吃焦麻吉 我 我还想起来咱们那次 在节目中 那次就吃大餐的时候 就是你只能吃焦麻吉 然后咱们刚好坐的 那个前面有焦麻吉 那天英格是不在 然后没赶上 咱们刚吃完它回来 是吧 让我看看你焦麻吉 是不是吃完了已经 已经吃完了 你现在在哪 这个现场很惨 你现在在跟朋友在外面吃饭是吗 没有我在家里 在家里 哦你现在天津 对 哦 OK 酷的 来天津请你吃焦麻吉 好啊好啊 我我 你们在哪呀 我们在大连呢 在大连呢 然后在小居的家乡 哦 你来过大连没 我算去过 没去过 大连真的挺不错的 我都是第二次来大连的 我第一次来这就参加一辈子比赛 然后就感觉氛围特好 就是吹着海风 然后这儿就是生活又很悠闲 今天我出去 溜达马路就有点像 像重庆那种像山城的感觉 还挺酷的 哦 你这个话就真的甩 但是我这个 什么 就是买转啊 线满他们都在吗 呃 在哪 在那边呢 你要 你要想跟他们打个招呼吗 没事 我直接可以自己联系他们 你先好好直播 没事没事 好呀好呀 那你们今天又要过生日吗 我今天可能 可能吧 我一会儿就是说 还是要请大家吃个饭吧 然后 然后许几个愿望 主要是愿望我们的落下 嗯嗯嗯 对 哎到时候到时候最近我还说 咱们有空可以一起玩一玩 高高哥 我过几天 过几天花哥在你这打个一个 哈哈哈哈 行 然后我给你宣传一波 大家记得过几天去 呃帮萨姆大大哥 哈哈 萨姆要发新歌了 哎 哎 行改天你跟沐吉一块来我这儿 然后咱们可以碰一碰有什么动机 可以一起玩一玩 我觉得挺好的 嗯 嗯 哎呃帮你直播 生日快乐 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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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萨姆 拜拜 拜拜 哈哈 嗯 今天就发歌了 大家去支持一下他啊 嗯 嗯 因为我嗯 我觉得连麦的话 可能没有办法去选择 我想联系这就联系这 因为因为可能他正 比如说别人正在有事儿 或什么的 就会打扰到他 如果他来刚好看到我的直播 那我觉得 嗯 如果他 嗯 OK的话就可以连麦 这样的话会好一点 呵 嗯 嗯 油箱 那个油箱 那个油箱我其实在想 因为我之前 之前是觉得 因为那段时间特 就是 因为疫情还挺严重的 所以我就当时就说 说 我觉得大家来机场 其实挺 挺 那个啥挺 挺不安全的 所以我想着 如果他们大家把这种东西 通过线上 来 传递给我 也是很OK的 对 有留学的打算吗 哎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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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学习这个东西 还是 我觉得永无止境的吧 你只有不断的更新自己 你才能 嗯 创作出来更 独特 更好的音乐 我觉得 对 荷兰还是美国 我可 嗯 再 再考虑 我觉得荷兰也是不错 因为之前有师兄去那边 然后 可能那边的话更 嗯 可能会有熟人一点 但是如果去美国的话 就可能考虑 嗯 嗯 因为美国也就是 那几个学校嘛 就 大家都 大家应该都清楚 嗯 反正 反正 反正这个东西 嗯 其实我觉得不管在哪里 嗯 就是 还是要有 想 不断更新自己的心的 因为 这个东西 就是我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这样啊 哈哈哈哈 寻演有想过来河南吗 其实河南真的挺挺好的 我也我还挺喜欢 嗯 河南的 嗯 嗯 就是 有好多人 说让我跟他联麦 但是 我 开播之前 特意问了 嗯 而不太 不 就是 我经济的时候 还是不可以和粉丝联麦 嗯 抱歉 嗯 嗯 来沈阳 哦沈阳我 呃 年后那会儿去了 去了一次 那个烧烤 哇 真的绝了 沈阳的烧烤 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吃 真的 一绝 呵呵 就是 东北这边的烧烤 我觉得都很绝 对 然后 沈阳这边 他们那种 嗯 就是 我上 上次来是给 就帮一个朋友做 嗯 一个音乐指导之类的东西 然后 上次 他们说 沈阳的烧烤 你带我来吃了 就是太好吃了 我没瘦 我没瘦 是这个 这个微博 它这个直播 它就有那种 那啥 瘦脸 瘦脸 是那个特效 瘦脸 不是我 我瘦 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关了 那 而且 的工作 我没有一点都不留恋啊 这个是 因为定了半个小时 那就和大家再聊一会儿吧 因为 因为其实 其实我也 确实是平常很少直播 然后 那可以播久一点 跟大家再聊一会儿 因为 录音的话 我 昨天已经结束了 今天过来就是 我盯一下 看他们的录音 是OK的 就 就没问题 快来成都 好呀好呀 成都 我也是 挺喜欢 成都的 但是 之前去云南 然后在成都 转站过一次 就给人感觉成都还是 挺酷的 嗯 唱歌 唱歌的话 唱歌的话 主要是我也不知道唱什么 然后 我 我 因为我唱歌的话 也 也 就会设计版权什么的 对 所以就 还是得谨慎 嗯 喜欢啥唱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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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的特好 我 我有看 我觉得 哇 进步真的是 飞一般 太强了 谢谢谢谢 stay with me swing 哈哈哈 结束还可以发自拍吗 到时候看 看感觉吧 哈哈 亏光什么时候发 亏光的话 亏光的话 因为之前这个是一首ost嘛 那可能是要伴随着这个 嗯 影视作品同时 宣发的 所以可能 还需要 一点点时间 大家可以稍微等一下 记得吃长寿面 行 长寿面 长寿面 我的最爱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生日还真的是很开心 因为 因为 嗯 往年的生日 其实 说实话 自己也不太会 介意这个 然后 然后18岁的生日的时候 也 也就是 很 就是很 很 很简单的就过了 然后甚至好像都没 没怎么过 对我对生日这个东西 一直不是很 很 很在意 但是 嗯 昨天我们的 宣发的同事跟我说 说 那你还是直播一下吧 我觉得会比较好 我说 那也好 因为刚好可以和大家见见面 这其实还蛮好的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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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有这么多人的祝福 感觉就 就又充满了力量 然后就可以 所以 继续加油 可以了 官方了 对 嗯 其实 其实我 我不是官方 是因为 因为我平常生活中 就是这样一个人 就是 我之前的朋友就跟我说 嗯 说 我刚认识你 刚认识你的时候 觉得你特官方 然后后来 认识你久了 觉得 原来你就是这个样子 哎 我现在已经不跑火车了 我现在已经不跑火车了 真的 上升星座是啥意思啊 我都不知道 上升星座是啥意思 我只知道自己是金牛座 但是我真不知道 上升下降啥的 别啊别啊 我 不能不能经常跑火车 这这不太好 我觉得 还是要 嗯 正经一点 其实刚才说这个话 就有点跑火车嫌疑了 我要正经一点 嗯 我心情不好会干嘛 我心情不好的话 嗯 其实心情不好 我有时候尽量会 觉得 不要 我自己的话 我自己 不太会把这种情绪 就是宣泄给别人 我会觉得 自己安静一点 然后去消化它 因为 因为你无论是现在 生再大的气 或者 就是 在烦恼 当前的事 你假设自己在 可能 几年后 或甚至几个月后 你都会觉得现在 现在自己真的没必要 就是没必要 那么生气 对 我觉得 大家应该还是 嗯 多让自己心情平和起来 我会写日记吗 嗯 我 以前小时候写日记 现在已经不太写了 但是 之前 在去名字之前 特别 会就是 让自己的日程安排 就是 比如说明天有什么事 我会在前一天晚上 我 我列一个列表 上面写一二三四五六 就明天要做的事 做完一件我会划掉一件 对 然后我觉得那样 对于我来说 就是 我是有点拖延的 对于我来说 是很有用 我会把那些事情都做完 嗯 对 现在的话 最近有点懒 最近有点偷懒 对 所以我也需要自行 因为其实 最近感觉 嗯 最近的电影 呃 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电影 我真的是感触颇深 叫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这个 这个电影 我还蛮 习惯的 就是看完之后觉得 哇 就长喘一口气 那个真的很好看 看完之后我觉得 我觉得 每一个寒毛都立起来 就是他 他 嗯 我觉得我不过多的去介绍这个电影 可以 可以在一个人的时候有时间的话 可以看一看 还蛮好的 对 对 谢门 谢门去 谢门可能在那边休息呢 睡觉呢 我也不好意思打扰他 木吉来了 嘿木吉 木吉你好 你好 要不要连麦呢 公主殿下 为什麽木吉是公主殿下 啊 啊 哈喽 哇 哈喽哈喽哈喽 我刚才跟萨姆连麦了 啊 你在哪里啊 我是快乐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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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现在在大连呢 啊 对 我刚我刚把那个视频做好准备发呢 你还半天做了半天真的是太有心了 哎呦 你怎么知道他感觉做的特别厉害 但是我做的 哎 但说实话 嗯 嗯 我那会儿就是 在节目中咱们第一期的时候 我帮你们录那个被子 真的是 整段节目中 我谈过最难的一段 真的是 真的 我现在讲的那段 一百一百四十几的六连音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五的六连音 相 啊 相当于两百多的十六分 我真的是 弹坏我了 哎我刚看那个视频真的太太厉害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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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不是我谈被子就容易那样 容易有那种 被子脸 就 这种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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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那种特难的那种 对 哎 你现在在哪呢 我在宿舍 你在你们学校呢 没有没有没有 哦 你在五岁的宿舍 嗯 酷 哎等我 你前 你前段时间说二十三号来找我 我当时没来 没来成 然后等我回去呗 等我回去呗 行行 拿起来 对正好有个动机咱可以玩一玩 行我这还正好有合成器啥的 我可以搞新的 酷酷酷 酷 到时候到时候咱们可以去玩一个小动机出来 这对 因为这就好几个动机 对 对 我觉得 这是啥情况 吹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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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邀请你了 你就可以和我聊天了 吹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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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么 吹哥 我觉得木吉还好吧 吹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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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么 吹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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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搜那个搜你给我录视频的录音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有看到在节目的自己哎天哪太瘦了 是吧 你节目那会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有点就是可能是吃了不习惯然后就暴瘦 对咱每天不都是那个盒饭就吃两口菜就嗯下了我手机里面还有木吉当时的那个胖的视频他笑死我了啊发给我哈哈哈你也有啊我也还有你别的形象的呢照片你别你别搞啊吹哥哈哈哈 哎呀真的好久没没见没见吹哥了木吉倒是前一阵刚见过我我最近都没来北京下次来的时候就你们的时间去你家做饭呗上次去的时候你们家不是正好做了一桌吗啊啊对 嗯但是上次你没下手我觉得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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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来来来来点我上一次我上一次在在马哲那边做饭木吉在啊是吗对啊我不是我不是打电话给你了吗你说你晚上有课对吧哦对对那天我在我在上课对对啊你在上课后来我吃完饭之后跟跟萨木去的你家呀对吧对对对我想起来想起来了 那天我记得哇你今天生日咋你还什么哇你是不是好像你不知道一样我我我我我我以为是哦从昨天到今天哦还还还在这一天里面还在你还在这天你昨天半夜已经给我送过祝福了行了吹哥你自己罚一杯吧哈哈哈哈哈哈哈罚一杯烟汁好不好 哇你今天生日哎你这个话说的真的太高了 哇你今天生日哎你这个话说的真的太高了 吴京你还好吧我特别好那就好 我觉得出了节目之后大家大家或多或少都会都会胖一点点因为因为我觉得在节目中其实他并不是说吃的真的有多么不好的夸张就是天天吃那可能就没就吃不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加上节目后期又特累你天天又想着作品或者说排练什么之类的 你根本没有时间把自己照顾的特好 我好怀念那个时候好怀念是啊我还记得记得你那会你那会呃呃四四进五的时候四个人到五个人的时候你你要撤了你在那里收拾你的码头琴让我去你们宿舍 还聊了一阵 这很尴尬我挨个打招呼说哥们走了咱们回北京见 然后结果五个人那时候我还在 哈哈哈哈 没有真的我觉得不我觉得不尴尬我觉得你能留下来我我还挺开心的 那那个时候木鸡跟我说他要吃臭豆腐我拜托别人从长沙带过去的带到无锡给他炸了送到他宿舍 真的好感动哦真的吹哥永远 吹哥真的太好了有一次就是我因为我特想吃面因为但是咱们的盒饭经常是米饭 吹哥那天就给我给我煮了面条啊那个面条真的太香了 太太太太太太厉害了 哎你们俩好像都没来我家吃过饭啊 到到去过听说你们家五百多平的大房子 还一直想去一次 但是但是他们来长沙我从来没有主动邀请过谁来啊我要澄清 每次都是他们他们一到有长沙的计划就提前跟我说有几个人要来哪一天要我留好时间 哇 六月份你在不在 你们你们六月份不是要来长沙那个吗 来来来长沙那个音乐节吗 拉锅 对啊 廖青猫早就给我预留了时间了 好 哎前几天你们刚就木吉刚演了第一场音乐节 哇我特感慨真的是 哎我我真的内心我我还说什么了真的 那天看你看你演了音乐节我就特开心我觉得 真的是太太太了 你知道了 是 不过不过还还挺好的就是有了之前的男 再再去演到这个音乐节你就会觉得非常开心 木吉到时候你们在长沙的音乐节我想想啊我我可能不会去吧 因为我我不喜欢去那种人多的地方 嗯但你们你们看有没有时间吧提前一天来的话就提前到我们家吃饭呗 到时候你们你们一起 啊 对 没问题我们我们到时候都会去的都会去的 我跟你说啊 沈真伯年前的时候来长沙 他订的酒店他都不住他把东西放到我家来 我要回家过年了 然后我说你还不回去啊 我说我都要回家了 他酒店都不住住在我家 他说酒店点外卖要下下九十几楼去去拿送上来 他说在我家反正我会管他吃住 哎呀沈公子可太好玩了 你知道他昨天给我发发微信说 说说了个啥我看一眼 他他说嗯我给你把原话复述出来 你会觉得他搞笑你知道吗 我搜一下他 沈真伯跟我说 我搜一下是 啊沈真伯跟我说 生日快乐哦 这个然后我说谢谢伯伯 他说伯伯说没事应该的要礼物吗 哈哈哈 你说要要一个生存的辈子 要礼物 然后然后我第一次遇见这种就是说别人给你说生日祝福 然后问你说要礼物吗 就很沈公子你知道吗 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没事没事心意到了就好 谢谢谢谢 然后他说哈哈哈哈好 哈哈哈哈 他有门子接的啊 对他笑死了 我当时我当时真的应该问他要一套房 哈哈哈哈哈哈 太搞了 哎 太太太沈了 不过确实 他他一直要我去去去他家给他做饭 他说你到北京来就别住酒店到我家 这么还可以做饭 对真的我我觉得他他还挺挺挺挺好玩的挺逗的 我我有时候就是我我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我昨天晚上回来比较晚 然后我一刷微博突然参加你生日 然后我想我们俩也没合影 我就找找找那派利德都找出来了吗 唯一的一张合影 我们在那个在那个十号棚外面吗 你记得不 我记得啊 那次还是我硬要要求跟你合影 你你你才跟我合影的 哈哈哈哈 我说我说你我说吹哥咱俩都没拍过照 你赶紧合个影吧 结果你就你就不那个啥 不跟我合影 然后就硬要挟着你跟我合了个影 但是那个合影就跟你的日常太不一样了对吧 哈哈 我的日常就是 就很成熟 就很那 那那次你看 可能是可能是录 那那次是不是录完录了一个招式吗 录了个通宵 然后那天是白天是吧 然后已经录的神志不清了 神志不清 哇 太开心了 没有生日的时候还能还能跟大家聊聊天太好了 你怎么回来啊 我明天就回去了 你在哪啊 我现在在大连呢 哇 你们在大连待了几天呢 对啊 我们在大连待了四五天了 对 我多好 大连挺好的啊 大连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 大连成都 是我最喜欢的几多城市 是吗 我我我每年基本上都会去大连女子 哎 你你没有去找那个谁 哎我我我我要那个谁他爸带你们去玩呀 啥 居一鸣他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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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我本来今天还想偷偷打电话 给居一鸣说 给给他假装说 我说我在街道上碰到你爸了 我想骗骗的 结果没 我好玩了 他爸我我我我我我叫他爸叫韬哥嘛 啊 好玩了 他爸给我微信互动的很频繁 已经邀请过我24去大连的 但是我我我后来做完节目之后 我就真没有去过大连呢 我去年做完 我我前年做完明三的时候 还在大连待了十多天 但是那时候不认识吗 哦 韬哥 韬哥 韬哥可好玩了 对 我我听居一鸣自己叫他爸也是韬哥 对他爸很好玩 啊 好可太多 哎我一会应该真应该给居一鸣打个电话 我说我明天就走了 你赶紧给我推荐一下 这大连有什么必吃的 大连吃的我我我我不过因为我我有家人在大连嘛 我每一次在大连就基本上没有没有机会在外面吃 然后都是在在家吃 我跟你我我因为之前第一啊就很多年之前 第一次去大连的时候 然后之前在这儿不是每一次吃那种扇贝吃那种生蚝都是一个一个吃吗 其实挺好吃的挺过瘾的 可以吃一打可以吃十来个 真的第一次去大连的时候 然后我阿姨给我做那个生蚝直接就是一锅裹着面炸 然后我就再也不想吃了 就是那种可能一百多个生蚝肉 就没这么吃过 对不太不太不太想吃了 饺子 然后大连可以去做一下那个2022的那路电车呀 然后我想一想啊 还可以去南山走一走啊 哦我不能帮路去 没事没事等我下次有空来 我感觉你这个行程我得我得提前准备一礼拜才能弄完 我有一次从那个新海广场走路 就是沿着海边走到了傅家庄 然后非常非常漂亮 我等下次来吧 因为我觉得大连这个城市我肯定还会来的 因为真的特别美 对啊大连是真的很好 大连好玩不 挺好玩 你真的应该来一下 我觉得你应该会挺喜欢大连的木姐 因为大连这好吃的挺多的 而且它有那种酷酷的小街道 然后我们今天 能有你们西安多吗 木吉那木吉年前贼搞笑他 他那会刚到刚到西安 他给我发了个微信说志哥你在吗 我来西安了 我说我今天刚到北京 西安真的是很多很多好奇 我走在哪都有那个 但是我跟你说木吉 我到现在为止经常还会想念你妈妈做的那道菜 什么菜 就是上一次他妈妈过来做了一个土豆还有排骨 没有酸菜 我记得 谁在说话呀 柚子柚子在后面 柚子 是真的一道菜 我记得 然后不是你们都在吃吗 我在厨房里面 你妈妈给我偷偷的盛了一碗放在那 那我录完节目之后我就去拿着吃 味道怎么样 我那次好像我记得我也吃了 太好吃了 他就是那种他的佐料那些东西其实没有太多 就没有太多香料的味道 但他就是那种原汁原味的 然后非常非常非常鲜 然后非常非常香 然后我实在他那原材料 就我都知道是啥 但是就是做不出那个味道 就像人家那种电视节目里边说的 高端的食材往往是通过 我都会酸菜 我记得智哥他爸 智哥你爸做了个豆角对吧 对 你知道特搞笑 我家人做了一豆角 他本来是要那种 就大一点豆角 那种舌豆还是什么 但是他们当时给的是那种 那种姜豆一样的 然后就做出来不是很理想 其实我觉得 但是他妈妈给他做了那个面的那个哨子 后来录完节目之后 我把那个我们那个餐厅里面的那个剩的那些哨子都打包回去放在放在宿舍的冰箱里面 就是当时那一集真的是他挺开心的看到了都看到了爸妈 我们现在想起来其实虽然那个时候我们挺累的嘛 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其实还挺美好的真的 现在我觉得就是虽然累了点但是但是你现在想起来那会还是会挺开心的 太开心了太棒了 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跟木吉说过嘛 我说我说在节目里面会很累很累很累 但是真正到了总结赛的那一刻你就开始怀念了 我那时候就跟木吉说过 但是你要做好准备很累 就是跟我说过我还不信 说什么怎么可能三天两天就准备一个节目呢 不可能前面一直很去我直到后面天哪我每天弄到凌晨 不是什么凌晨弄到天亮 啊真的是我那会我就记得我前两期做的音乐我是最简单 就是真的就是一天一两天就是咆哮和Uptom Punk那会就是一两天把曲子搞完 然后就去就去找找他们玩了你知道就特轻松 后来就就发现就是说越到后边真的是越来越赶了 因为节目录制那个周期也越来越快越来越短 对我我记得那一次在北京的时候小智那时候很可爱 小智他执意要穿他认为觉得很好看的一个花衬衫 然后我们都觉得不好看然后他一直觉得很好看 不是你们我当时特搞笑就是你们都觉得那个花衬衫有点有点油腻 你当时是脏便 哎你说出来啊我没说出来木吉你说出来的这是他不堪的过往 没有脏便确实我我当时一去长沙面见然后吹哥在镜头里边看到之后吹哥就是我演完之后吹哥下来跟我说小智啊你怎么又胖了 吹哥永远都是这个 太高了 你知道小罗为了我就是有一次我去他家啊他爸爸说他爸爸第一次见我然后他说你就是小罗眼中而口中的吹哥他说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他在一个月里面瘦了30斤 哦小罗当时真的很拼我我年后见到他 你来的吗从北京过来的吗还有老胡你们仨 啊我们仨对他瘦了30斤到现在在英国他他他六月份回来我们到时候在北京主角他回来我肯定为了他会来趟北京的 然后他真的瘦了30斤现在还是保持这个体重 真的那太强了我们当时去去名字的时候我们仨有一个群叫叫明日小自贝群小罗小胡小智 对啊我知道那个群我知道那个群 对就就就就就就就有跟我说嘛嗯他就说他还有两个很好的很好的朋友 对 我觉得怎么了 还是挺开心的 你现在放歌吗 你那放歌剧吗 对对的歌剧 你可以用呼麦唱上去那个音吗 天哪 我看什么地方的 可以是 我还唱过那个我的太阳呢 啊什么 我还用是胡迈唱过我的太阳 我的太阳 我来来一首啊 我特期待 我还没 这哪是我的太阳 这是维塔斯的那个Opera 2 感觉嘴里含了一口水 在唱 哇 你这嗓门真够高的呀 哇 你真行哎 你你这没有用胡迈的技巧 你是用真声唱上去的是吗 假声 哇 真太冷了 你这也太冷了 哈哈哈 还得练啊 哎 我我我你知道吗 我这个诗 这个诗我一直都没有说过的 帮你说 就是我明年毕业吗 明年毕业 对然后是声乐表演 然后 我要唱六首歌 哎 你们都说毕业演出 你可以喊我去 我可以帮你弹贝斯 或者帮你做PGM什么的 哈哈哈 真的或者你换唱什么的 都可以 给安排起来 可以 能要索纳吗 可以完全没问题 哈哈哈 想要啥不行 这六首歌都是那种 那种歌剧涌叹调啊什么的 我就 好难 哈哈哈 那那还是挺难搞的 哇 没事慢慢来慢慢来 反正你还有一年是吧 对 小智你们啥时候来长沙呀 呃 长沙的话 我想想吧 呃 长沙 可能 哎 反正不管啥时候来 我到时候会去了 会喊你的 哈哈哈 去长沙 不需要喊 你可以来点菜 好 那我去之前我提前备好菜谱 然后给你发过去 好吧 好 然后我到时候去带好食材 哈哈哈 不用不用 你到时候过来提前跟我说就是了 哈哈哈 那要提前啊 我档期也难约的 是 你很难约的 你很难约 哎 你们 你们去年的这个时候正好是在长沙 记得吧 我们是5月16号去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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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会正在隔离期吧 应该 对呀 你你不是还要回趟北京后来没回了吗 就就就是这几天对吧 哦 这几天 啊 是 哎 记得不记得不咱们有个群 然后 不让点外卖吗 我我我我我跟你们讲个笑话 真的小致你不知道有个笑话 啊 就是我们在那个酒店隔离一人一间 我记得木吉是住在墙子的地面 一楼 啊 然后呢 这个笑话 他给了一个外卖 就是他备注跟外卖员说 千万不要走正门 从窗子那里递过来 然后就把电话不要走正门 呃 从正门的旁边数到第四间窗户 你敲窗户 在那个备注里面 然后那个外卖员没看见 直接被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了那个外卖 他说崔哥这是什么备注啊 我正好在那 太搞了 太搞了 那个时候怕大家胖嘛 对 就不让点外卖 不让点外卖 对 他把那个备注写在那个那个那个外卖条上 说不让打电话 不要走正门 从门口的数过去第四间窗户敲窗户 哇 真的太搞了 当时这个是谁点的来着 就木吉点的呀 木吉点的 对啊 我失水啊 反正群里不是都都讨论不让点外卖 我就我就说要不我来我试个水 我先点一个 试个水 你只是说在长沙可惨呢 天天被我盯着练 真的木吉太狠 当时好 大家那会在隔离的时候 其实已经慢慢好像 接触到了 大家 嗯 对 我我跟小智你算是很早很早就接触了 我们在北京就接触了吗 对 在北京就见面了 北京见面了之后 就一直到长沙 然后再到无锡 一一路就过去 还挺开心的 是啊 现在你看一下又2021年了 这夏天一过又是又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挺好的 过去就让他过去吧 我们迎接新生活 我我我到了武器之后 我还要还还要去去营地看一看 嗯 你还去你还去加坡营地吗 对啊 营地的叔叔阿姨已经到南京了 因为叔叔有我的微信 他时不时会 他因为我走的时候阿姨和阿姨就那哭 然后就说 要我别把叔叔的微信删呢 说他们虽然不怎么玩 但是他们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圈 他们可以点赞 他们会知道我的生活 哎我因为我跟他儿子是童年的 然后我也觉得特别特别感动 我我那时候特别特别那个就是 哎小智 不好意思 我刚才没电了 就是我 我觉得这次的那个叔叔阿姨太神奇了 你看都快60岁的人了 你们谁 他你们每一个人的节目正片 还有周边 他为了你们还冲了会员 然后那些那些什么会员节目全看 阿姨 所有的人一开始他就可以认全名字 然后每个人的性格呀 每个人的技能他都能认出来 太厉害了 后来每一次不是他就经常会会拿一些东西来 比如说他种的那些黄瓜呀 他就说那让让让我给大家吃 真的 我我其实还蛮感谢他们的后来我就 后来叔叔有跟我说他们已经调到南京去工作了吗 说要我到南京就去找他们 我说我到南京肯定会去拜访他们的 那真的太好了 我觉得还蛮感人的 在反正在明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无锡嘛 就没有这种感觉 在在在明四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叔叔阿姨啊 真的就是像像家人一样的那种 可能也是因为他孩子不在身边吧 然后他就把大家看得像孩子一样的 真的是我觉得确实挺感动 当时那个叔叔阿姨真的都挺好的 对 我也我有一次徐阳不是去无锡的时候 还还回了一趟营地吗 嗯徐阳 他回了一趟营地 他那天还发了视频给我 反正我觉得还蛮美好的 哎呀这样感觉真的很很好 很好 真的是 当时我看我记得徐阳还去录了那个 视频在那玩 他确实是挺怀念的 妈来电话了 我先走了 然后你去接电话吧 小黄来了吗 我看评论里面小黄 发生了 拜拜 拜拜 木齐 拜拜 拜拜 这个 拜拜 哎 他怎么和我一来 他就走了 因为不想跟你说话呀 啊 因为不想跟你说话 哎呀你快闭嘴吧 吹哥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黄最近怎么样 我就还行 我就先先写些东西 我每天写些东西 小黄你是进来打歌的吗 哈哈哈 哇 I wish you I wish you won't be my dear 哈哈哈 小黄是进来打歌的 那小黄缺唱的好 行走的cd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好 真的好 你干嘛呢 直播最近 我们最近也在就是 筹备新专辑 对 所以呀 大家都要一起努力 都都都都 这都是美国人 哈哈哈 哎 你们都发现我还没有关注你 小小智虽然我 你被我关注你好久了 我 我说我 一直到我没有关注你 但是我总觉得我跟你有 这种种感觉我关注你好久了 啊 啊 我们 我们不是 嗯 很有缘分吗 之前 我们还有共同好友呢 对哦 然后我之前我记得特早 我都不知道 呃 然后在什么时候就是特早的时候 点赞了你的抖音 嗯 嗯 什么时候 今年什么时候办巡演呀 今年的话巡演可能就是 嗯 下半年吧 可能就在暑假那个区间 我觉得会 对 因为那个那会儿大家 嗯 都都放假了嘛 然后暑假可以来看看现场 我觉得挺好玩的 我请问有没有造的歌啊 就能不能让我蹦起来他那种 那必须的 那那那可以 到时候来现场玩啊 那可以那必须的 这哥你在这儿呆着干嘛呢 也不说话 因为听你们说嘛 哼 你听你 你在家吗 我在家 因为你来之前我还蛮蛮想表达的 你来了之后 我又 啥意思 你说呀 你说我没不让你说 没有我想走了 哈哈 你别走 快说 哎 你最近怎样 你的新歌还挺好听的 你说我吗 我说小黄 啊 我 我 我还行吧 我就那样呗 我就先谢谢哥 然后 所以 那个 你的新歌就是上一次 你在我家给我放demo的那首 对吧 对对对对 是那个 哦 对 我当时就说了啊 对 酷 多发歌 要发要发要写要写 哇 加油 写歌这个东西创作这个东西也都是越写越好 是 所以 所以 你们专举什么时候出来呢 专辑 六七八 六月 七月八月 哇 那很好哎 嗯 嗯 到时候一定要 嗯 到时候一定要 可能录完这个 歌 发出来之后就 写演 嗯 挺好的 挺好的 哎 真好 您哪有呢 啊 我现在在大连呢 大连 演出吗 呃 来这就是 就是 制作专辑算是 是吗 嗯 OK 我以为你去 演出去了 呃 来刚好看了一个前辈的演出倒是 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网文乐队 在哪 老王 网文乐队 什么 网文乐队 哦 这我还真没听说过 网文乐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后摇乐队 然后他们的 歌也特别棒 然后我我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他 他们是一个非常独立的 有二十多年 成立了二十多年 非常棒的一个后摇乐队 偏纯七月那一挂的 然后 然后他们之后 在五月底吧 应该会在 嗯 还有 还有几个悬演 在福州 厦门 合肥 南昌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去 线线下 呃支持一下网文乐队 真的非常棒 非常棒的音乐人 你去看一次现场你就会 难以忘记 哈哈哈 肯定没错了 哎你还没吃饭呢 我没呢 我我准备直播完就去吃 大一起去吃吃顿饭呗 对对对 对吃点海鲜啥的 好呀好呀 别吃太猛 因为怕怕到时候肠胃有点不适应 改正就吃点东西 啊 好 你要你要什么 你要你要什么生日礼物 你哈哈哈 你这跟沈公子有点像啊 你要什么礼物 到 吹哥下一句 吹哥下一句就会说 哎什么时候来我成沙 来我家我做饭给你们吃 哈哈哈 他刚才已经说过了 你说过了 哦说过了是吧 开始说的 对 哎 OK 行没事 吹哥 我我不需要什么生日礼物了 我就需要你 我们以后去长沙 你别忘了我们 还是给我们做饭吃就行 天呐我我我我都脱不了蒙 我怎么能忘了你们呢 吹哥听了这话都快哭了 吹哥 小小黄有一次 那天在我们家聊天聊到两点多吧 他那天来来长沙 他正好只有一晚的时间在长沙 对 来我家聊天了 嗯 真的是 哎 太感动了 那我的我的这个派也只剩2%的电了 可能得下播了 好 我也去吃饭了 吃歌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想要什么礼物啊 谢谢 谢谢 想要什么礼物 那你给他选一首歌 行我觉得这个靠谱 谢谢 谢谢 生日快乐啊 你赶紧吃饭吧 大家一起吃饭啊 行我走了 拜拜 之哥 拜拜 谢谢你 谢谢 小黄再联系啊 好 不不联系了吧 吹哥 不联系了 不联系了 哈哈哈 拜拜 吹哥生日快乐 不是什么吹哥生日快乐 吹哥生日快乐 哈哈哈 谢谢小黄 谢谢小黄 OKOKOK 帮我给你的团员带好啊 墙子 好 谢老师 好 谢老师 钥子 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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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带到你 谢谢 谢谢 师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嗯 好 那我直播到这就结束了 剩1%的店了 赶紧在这之前跟大家告个别 哈哈哈 怎么控制我 我第一次玩这个 我还不知道 我弄 好 拜拜 拜拜 吹哥 去跟大家吃饭了 然后 因为刚才 刚才他们一直在聊 然后 嗯 我感觉他们也聊得挺开心的 因为 大家可能都很久都没见了 所以 就是多聊了一会 然后直播时长 就拉得很长 所以 就准备 去吃饭了 谢谢大家的祝福 谢谢大家的祝福 这次的生日真的 非常开心 能得到大家这么多的祝福 谢谢 那我准备去吃饭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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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谁 我只想 我